大家都知道,如今各国所使用的步枪,弹侠数量都是固定的,基本上都是在38子弹左右,只有一些特殊的步枪,才会另外配备弹侠。 而在战场上,一个弹侠用完了之后,就要立刻换上新的弹侠,这样一来会有一些时间误查。 有人提出疑问,如果在战场上,正在和敌人激战的时候,突然步枪没有子弹了,这种情况下,士兵一下子反应不过来,肯定会有一定的误差,毕竟要更换弹侠的时候,士兵就会提前蹲下,然后更换。 但是没有防备的情况下,自己就这么站着和敌人对射,肯定会被敌军击中,所以准确的把握弹侠内的子弹数量,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了。 毕竟这不是打游戏,不会有子弹数量的显示,那么有什么办法,能给士兵们提供帮助吗? 事实上,有的弹侠会有一些小窗口,所以士兵们是可以通过这些小洞,来查看里面有没有装上子弹,或者是子弹还是多少数量的。 但是这些小洞毕竟有些小,紧张的情况下就看不到了,所以现在军队中,出现了一种透明弹侠,所谓的透明弹侠,就是弹侠外部的材料都是塑料透明的。 所以这种情况下,士兵就能很轻松的看到子弹数量的,但是这也会有一定的问题,那就是自己看得清楚,靠得近的敌人,也能看得清楚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